大家好,这里是重色几欲,一个留不开钱的频道 摊开所有的学习方式,阅读是广泛吸收知识的途径 然而对于凡事求快的现代人来说 想要安排一段时间静下心来好好阅读,思考并吸收 期间的难度跟时间成本就水涨船高 即使有动力付诸实行,也常常看过就往虎头舍位 当前有效阅读困难,已成为现代的文明病 也因此坊间出现不同阅读方法 试图教会人们该怎么读书 近期南韩就有一本畅销书,一天十分钟的精准阅读力 作者介绍了高校的阅读方式 其中包含了抄写目录这些特殊做法 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这个话题 本书作者崔书明他接触阅读的契机 源自服兵役的时期 当兵前的他曾参加储备军官训练 类似于台湾的浴室预官系统 因此崔书明入伍后便担任领导职 也肩负起许多责任 不仅要管理训练活动 还要协调人事关系 期间他所带的部队还发生安全事故 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 在艰苦的兵役时期 阅读成了崔书明抒发情绪的出口 也教会他如何解决问题 退伍后的他面临来自职场的挑战 虽然身份已有巨大的转变 但他始终没有放下阅读 然而繁忙的事业与家庭生活 不比单纯的兵旅生涯 崔书明逐渐意识到 想要静下心来看书 都十分奢望 经过再三的反思 崔书明意识到 就连他这么爱阅读的人 都会在过程遭遇困难 更别说其他没有阅读习惯的人 也因此 他归纳出三大特征 正是现代人在阅读上 常遭遇的问题 首先 源自个人有限的记忆力 活在资讯爆炸 注意力零碎化的时代 人们更难记住书中内容 第二 人们买书时的心境 跟带回家后的感觉截然不同 许多人常想着有空就看 但忙碌的生活 总会无限期延后阅读的时间 第三点来自书籍本身 有些书干户满满 涵盖了大量资讯 但篇章的安排 如果不够完美 读者便很容易 在阅读过程中丧失注意力 甚至干脆放下书本 针对以上这三大共通点 崔书明提出一个 看似不相干的特殊解方 那就是抄写目录 他之后更归纳出一套目录阅读法 这套原理如何运作 我们稍后介绍 这里先看看 他推荐我们如何抄写目录 首先是很简单的准备动作 只要准备好笔记本 将书名副标写下来 再把封面跟书腰上的文案写下 接着标记阅读的日期与地点 除了加深印象 也方便未来要翻查资料时 很快就能找到对应的书籍 第二个步骤就是抄写目录 崔书明说 他试过很多做法 包括阅读时抄写重要内容 但他后来发现 作者跟编辑部选另的目录 这是一本书最佳的大纲 读者可借此快速掌握 作者想传达的知识框架 第三步才是开始阅读 但这里也有新法 崔书明推荐的第一种阅读新法 不是一股脑 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而是在把目录全部抄完后 一边回想大纲 一边进行阅读 而这个做法的好处 是可利用目录标题 筛选出全书 乃至个别章节中 哪些地方重要 哪些地方可以快速带过 以此安排注意力的分配 第二种新法 适合时间心力有限的读者 在前面抄写目录时 就可挑选出有兴趣的章节 标上记号排出阅读顺位 有效节省时间 也更有看书的动力 第三种新法更加懒人 那就是先单纯抄写目录 了解全书大纲后 正式不碰这本书 崔淑敏认为 这做法适合战时 无心阅读的读者 与其当下硬看无效做工 还不如先记住全书大纲 未来想要阅读时 更方便重新打开书本 这三种新法之外 还有三道步骤 朋友们如果在抄写目录后 决定开始阅读 这时可一边写下 简单的阅读笔记 为自己更感兴趣的章节 在目录做上记号 然后整理出关键字 或直接抄写重要的内容 这个做法同样有助日后查找资料 下一个步骤 是在看完书本后 别急着合上书页 而是试着用最精简的方式 总结全书内容 这可以是一句话带过 也可以做列点陈述 目的是帮助自己 做最全面的理解 未来也更能向别人 分享书中的精华 最后一个步骤 是为整个阅读笔记 编好目录页码 未来有需要时 只要翻开笔记本 并可以快速找到对应的书本 或重温阅读过的精华篇章 基于以上对阅读的规划 崔书敏进一步提出 以10分钟为单位的读书计划 不管是在上班前后 还是用餐之后 都能分割出几个10分钟 用来执行目录阅读法 将厚厚的一本书 分割成多个完整单元 并分段吸收 看到这里 可能有人想问 一定要手抄笔记吗 按照崔书敏的观点 在人脑的运作过程中 笔记能带来 许多难以取代的好处 崔书敏认为 做笔记的同时 有助人们统整和记忆知识 像三星集团创办人李秉哲 就是相当有名的笔记狂人 他在高阶主管会议上 经常根据自己的笔记内容 提出精准而锋利的问题 使得他的笔记本 被三星高阶主管 视为魔物般的存在 崔书敏本人 也是笔记的爱好者 他在职场上 会制作一本专属工作的笔记本 里面记录了业务内容 预算金额与执行状况 在长年的实践过程中 他深刻领略到 笔记提升工作效率的好处 在把笔记本跟阅读结合后 崔书敏还注意到另一层注意 在实行目录阅读法之前 无论他多么专心看书 事后仍然经常忘记内容 但这时加入抄写的动作 帮助他把书中内容输入脑袋 不仅建立起更完善的架构 更是单纯阅读 难以达到的效果 与此同时 抄写本身带有强烈的仪式感 能帮助读者 为接下来的阅读做好准备 对某些人来说 书写的过程 也会让心情更加平静 增加后续学习的效果 崔书敏接着举实力为正 南韩有一本非常热门的理财书 财富是这样养成的 如果以大多数人的阅读习惯 摊开来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看完不仅很难统整内容 想要付诸实践 人们还得反复阅读好多次 才有可能整理出确切的做法 但崔书敏利用目录阅读法 降低了阅读时消耗的心力 很快就串起通往实践的道路 而他简单抄写出来的目录 更可直接在生活中派上用途 大致介绍完崔书敏推荐的阅读方式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每人的阅读习惯不同 以上做法未必适合所有人 没有任何一套完美的读书法门 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要如何选出适合自己的阅读策略 崔书敏最后给出以下建议 在崔书敏眼中 读书法之所以存在 首要目的便是降低阅读的困难程度 一个良好的阅读策略 必须在执行上简单好用 太复杂的读书法 反而会增加读者内心的压力 至于策略要如何设定 就要从个人条件与需求出发 从大家推荐的读书法中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 总结来说 对于没那么多时间的朋友来说 抄写目录 选读有兴趣的章节 是一套不错的变通方式 节省时间还能增加效果 但说到底 若能深入思考 将书本内容转化为脑中的知识 并尝试在现实中实践道理 才是真正关键而有效的一环 好了 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军贴图 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 期待你的加入 拜拜